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老师您那个麦克风可能要开一下 好的 吴老师应该可以了 好的 好的 黄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 辛苦你啊 这个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家里面隔离 然后也是这个发烧头痛 我们非常理解今天能够坚持给我们讲课 我觉得非常感动 真的是太不容易 但是您的内容又是非常的重要 你看我们的观众 来自于全国的不同的高校 有非常多的热心的观众 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活动 那当然我们美院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同学也过来了 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录制了这个视频 到时候的话呢我们想更多的同学公开 这样的话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尤其是您在这个您今天做的讲座的内容啊 其实呢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 您所这个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组织行为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未来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好时间到了啊 那我们就好那苏老师开始吧 好的欢迎首先欢迎这个黄教授 然后也欢迎这个吴教授 也欢迎各位在线上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各个专业 各个高校的各位观众参加我们这个开放的学科2022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学术季的这个我们第三场讲座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邀请到黄文诺教授 他是这个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助理教授 然后香港晋慧大学的管理学的博士 然后给我们这个开奖题为虚拟世界的新工作模式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讲座 那这个同时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 我们广州美术学院艺术管理学系的主任 吴阳波教授然后呢这个来到我们现场 然后呢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议程呢 首先也是会听这个黄文诺教授给我们讲述这样的一个一个讲座 接着我们会有一个互动啊这样的交流的一个时间 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吧这个那就要请有劳这个黄教授给我们这个开奖 谢谢非常期待 好那我现在可以开始的吧 可以啊这个请您可以共享频道 好大家大家好啊 就是我希望我的普通话就是大家听得懂 因为其实我不是就就我是香港本地人 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呢才开始学那个普通话 所以呢如果讲得不好的话就就呃你呃就请不要呃就呃就就呃就见谅了 ok呃问我一下我要共享我的屏幕嗯 我就直接share我的那个电脑的那个屏幕了 这样我我想问大家看到吗 啊看得到的教授 这样呢呃就就现在现在看看得到了啊没有问题 ok那呃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呃虚拟世界里面的新工作的模式呢 然后呢特别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年代上面呢 我们会用到AI会用到人工智能会用到那个machine learning 就是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呢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工作 但是呢对于我们人来说呢会不会呃就是呃我们很怕有一天 会被机器取代呢我们会不会就是人的以后的那个价值呃就就完全被那个呃机器呃替代 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想探讨一个问题 尤其是呢我们就就呃因为呃呃就知道你们都是关于呃艺术的那个学员的话就跟我也有一些就就我以前呢其实也很想当那个就就我我我回头会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呃背景呃呃就是我以前也想当一个插画家 然后呢呃呃呃我们当时候就会做那种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呃艺术的价值何在呢 就是就就就我们如果那种呃就艺术的创作如果被那个AI去取代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呢这个就就就会有这种那个体悟就出来然后呢就是就是这样的呃呃呃呃我刚才说了我我以前就是有呃呃就就我在读博之前呢其实呢我开了一家游戏公司的 然后呢当时候呢我呃呃就是我们开游戏公司的时候呢都就就就你知道游戏里面呢都要有一些插画 OK我我我我当时候就是就是负责画画的那个人 然后呢当时候呢我觉得就就呃呃呃呃呃就我我我自己画画画每一张画 然后呢都可以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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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特点 其实我们会想的很多东西 然后才能够画出一个人出来的 就以前我们就做这些插画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看见就是在外面 OK就你问一个插画可以卖多少钱 通常就是30块钱一个插画 或者是贵一点的话 50块钱一个插画 然后你就会想 我做了那么多工作 这个插画就好像就体现不了 就我之前的那个调研工作的那个价值在里面 有可能只是因为我当时候就那个水平没有那么高 所以没有卖的那么高的价钱 当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 然后当时候也会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艺术的价值在 就是艺术怎么去定价 艺术怎么去定价 那其实这个是在我们社会科学里面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讨论 那我现在会先给你们看几个图片 然后呢你们可以在试杀里面 我应该看不到你们的反馈对吧 如果你们打就输东西的话 我可以看得到的吗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好 那我就因为我今天状态不太好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talk的时候 就你们也给我们一些互动 然后就一起参与 就这样 然后呢 我现在给你看几张图 然后你们猜一下 就是他们的定价是多贵 OK 那比如说 这一张 这个 这个是一个雕塑 你猜它卖多贵 OK 可以在留言里面打一下 就拿一个感觉 三万 二十万美元 有没有多一些 就 一张插画 五十真的是和抢了 没有分别 对啊 就定价 但 但你猜 这个雕塑 或者是这个一百万 OK 就 好 你会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的定价 好像很不一样 对吧 就是 有些人会觉得是 一百万 一千万 OK 二十万美元 九十九 九千万美金 好 那我开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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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说 这个是 六十一 亿元 人民币 六十一 亿元 这个 六十三 不好意思 六点 六点三亿元 OK 那我们会知道 这个 这个 这个雕塑就已经是 六个亿了 我们可能这一辈子都赚不了 多 那么多钱 对吧 就六个亿的一个艺术品 然后呢 这个为什么他能够卖的那么贵了 除了当然就是那个创作者比较有名以外了 就其实呢 它里面呢 有很多故事在背后 然后呢 就就那些收藏家比较喜欢 就就这 这种 这种 那个 对 就就就那个 那个雕塑 所以呢 就会在拍卖的时候就可以交到那么 就那么高的一个价钱 然后呢 我继续啊 这个 觉得多少钱呢 那我首先呢 给了你一个就是六个亿的艺术品 然后呢 现在呢 你们就可能会就是陷入一个问题 就哎呀 原来这个艺术的价钱就就怎么去定价 是不是就啊 现在大家又觉得是一个亿了对吧 同学们不够大胆对 这个没有那么贵了 这个是 呃 保金吗 什么 99万英镑 OK 这个没有没有一个亿那么那么夸张 OK 这个也是一个 呃 就是 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了 就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 就就就就卖了一个一个呃 就我们叫壁壁画 OK 好 艺术是无价了 会不会发现 就现在呢 艺术品呢 只要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去卖的话 基本上呢 你就好像猜不到价钱一样 OK 那每一个人讲的价钱不一样 那现在呢 我就开始这一张 你们觉得呢 我我我们再试一下这这一张 大家觉得多少钱呢 给猜一下 那刚才呢 我们已经感受过 感受过就是啊 6个亿 然后呢 也有90英镑的一个一个一个艺术品 对吧 现在呢 你们就开始交价就可能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 对吧 但是如果我跟你说 这张画 这张画是AI来画的 是用电脑来画的 你们会怎么想 你们会特然之间觉得他的那个价钱掉了下去吗 会不会觉得特然之间我不想猜那么高了 就就变成一千元了 我不想要了 哎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感觉呢 就对啊 就就就就哎 原来啦 我平常呢 就是呃 那些画 我们也会就是用不同的媒介 然后呢 我们用呃 就是现在很流行 就是呃 就数码的那种方式的去呈现那些美术作品呢 其实也可以卖到很多的价钱 我们用呃 那个photoshop ps 我们用那个呃 illustration呃 illustration就是就Adobe那些网件 然后呢 我们画很多画 呃 我们都好像可以就是呃 用一个数位的方法 就是把就就就就创作者呢 可能用一个更更新的方式呢 去把我们作品呈现给就是大众去看 但是呢 如果现在 在跟你说哦 原来这个是一个AI创作的作品的话 你好像会觉得他的价值没有那么高 对吧 AI不是靠别人输入的作品重新拼做 那回头跟你呃 就是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啊 ok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好 但是呢 你猜这个这个画 买买到多少钱 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AI的作品呢 你猜他卖到多少钱 你你们还就是还会就继续去猜那么高的价钱吗 一万以内 ok 这个能卖到 43万美金 43万美金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价钱 对吧 那为什么呢 这就那这一张呢其实呢也是AI画的话 这这张也是AI画就是做就就画的一个画 然后呢 呃 这个也是卖到很高的一个价钱 然后呢其实呢有很多那个呃 就是媒体的开始去采访那个那个那个就是创作这个呃 那个 那个AI的那个画的一个 就那个人 然后就说哎 你你现在呢就开始去用那个AI来呃就创作作作品 但是呢哎你你用AI的话好像这个已经没有你自己的那种思想在里面 你的那个画呢会不会实施呢就已经被AI取代了 就就就就开始会会有一些人去这样去问这个人 然后呢他是这样回答的 那呃这个就刚才这这张画这张画是一个叫Algerman Algerman的这个人去啊就就就就去用AI创作出来的一个一个啊 艺术家 然后呢他也承认了 OK We make human generate art and art from machine and pose questions direct ones such as Do you think this printing was produced by machine or human artists and also indirect ones such as how inspiring do you find this work 然后呢就就就基本上呢他就尝试去问了其他人哎你分不分的清楚 这一张画呢是人来画的还是用机器来画的 还有就是你觉得啊你你觉得那个创作能不能够去inspire你的那个思想 然后呢他们发现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了就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个那个AI做出来的那个艺术品呢 其实是人还是AI来创作的OK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更会觉得其实用AI来做我们的那个艺术创作品呢可以跟天马行空 然后呢更加去inspiring 所以呢其实呢对于他来说AI创作的那个作品其实那个价值可能会更高 OK这个就是他的那个argument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呢你们觉得怎么样 AI创作具有实际性 对那我后面呢会展示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怎么去用AI来创作 就算你不是一个就是灵魂画手 但是呢你也可以通过AI呢去创造一张一张很好的一个作品 我后面呢会介绍给大家不同的工具OK 那我们关键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能够独立的进行艺术创作吗 OK大家觉得可以吗 上用问题 就大家觉得可以独立的进行艺术创作吗 那我们呢首先呢如果要问这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们首先呢一定要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 所以呢我一开始这个这个talk呢一开始会介绍一下OK 现在人工智能就大概是走到哪个阶段 然后呢然后呢我后面呢再会说OK 人工智能怎么去做一些艺术创作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哎有很多人都说不能不可以最小现在不可以对吧 CAN跟GAN是什么来的这个我不懂了不好意思哈哈 那但是呢我们首先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想要就是了解一下什么叫人工智能 OK那人工智能其实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就就很多application呢都都都需要用到人工智能的 我呃就算你们就就平常了拍呃就是手机拍照 然后呢就开始那个美颜模式 那其实这个美颜模式呢也是人工智能智能的一个应用OK 我们可以就是呃那个人工智能呢其实现在呢已经在很多地方了我们会出现 比如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说啊那个淘宝小红书或者是那种抖音 会常常推送一些就是啊你你比就是呃比较合就是就适合你口味的那种那种视频啊或者是产品呢 那这种呢就是就是人工智能通过学习过后 然后呢知道你的呃时候然后比如说通过啊你常常都是都是点击这种比如说啊我是看啊我是很喜欢茶的 然后呢我常常去看那个茶的视频然后呢他学习过后以后呢就知道哦原来呢他他知道如果推送茶的产品给你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啊就就就就增加你的那个购买购买的那个那个啊就是那个tenancy 啊这个呢就是就是就是员工智能现在就最主楼的一种应用 然后当然其实我刚才说的美颜呢其实也是一种 有很多就现在人工智能呢已经就呃就就呃就我们我们基本上就算你他没有说自己是人工智能 但是你也会用到ok就就我们现在已经就就就呃很多地方都见过他但是呢人工智能真的很聪明吗呃我想问大家有没有就听过什么叫阿富购 就是啊就是一下下围棋的那个机器人阿富购有没有听过ok 啊这个阿富购啦我们我们其实呢几千年来了就是那个呃围棋呢都是体现了人类就是最就就呃智能的一个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呃游戏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围棋是有不同的策略 然后我们就算是以前那些 我们现代人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棋谱 我们都好像现在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最好的下棋的方法是怎么样 所以对于人类来说 我们以前都认为 其实维持是电脑是永远都不可以取代人类 然后下的赢人类的 但是大家有听过就非常好 我不用去介绍的很多 但是现在这个AlphaGo 它采用了一个新的那种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 我们叫deep learning 然后它赢了人类 具体是怎么样 其中一个片段是这样的 就是李嗜邪 他是一个围棋界 就是世界的巅峰 然后他去挑战AlphaGo去下围棋 然后他基本上就是杀三局 然后在第二局的时候 AlphaGo当时就下了第37步 那个37步就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来的 普通人呢就不会这样去下 然后呢就感觉 那个AI是不是都会有出错的那个地方呢 因为呢啊就就就就就人类呢其实呢就呃就 几千年来呢其实呢都是呃就已经呢就develop一些方法 哦原来呢我们有什么呃怎么的一步呢才是下的好 怎么一步呢才是下的不好 但是呢发现原来AlphaGo他自己创了一个新的交出来 ok 然后呢他就就那个那个人呢就就那个呃数据工程师呢 还在后台里面呢去看一下数据 然后发现其实AlphaGo呢没有搞错 ok呃那个工程师还发现了就是原来AlphaGo看呃就是下了这一步了 其实呢在人他就就那个AlphaGo是知道人类其实不会这样下了 但是呢他发现这个下这一步骑呢呃胜利的机会会很大 所以他这样去下 所以呢最后呢李世识呃真的是输了 ok然后呢就就就就原来AlphaGo在下棋里面呢 其实呢也会有些 就有一些人类就是啊就想不到那些方法 那这个是不是一些创新的那种维度了 那呃可能这样去describe可能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呢我下面呢想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然后呢去describe这个这件事出来 那这个就是李世识 so 当时他们也很疑惑 哎呀为什么会下这一步呢 very surprising 为什么会这样下呢 like normally you don't make the hold of the big line 啊 I mean on top of the like some go yeah that's like say i he's saying that's the kind of you play you play golf 那这个是AlphaGo的那个工程师 然后他去后台里面看一下 哎为什么他会这样去下呢 th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almost unanimously said that not single human player chose 37 那他们说就是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去下这步棋的 and alphaGo actually agreed with that so alphaGo said there was a one in ten thousand ability that move 37 would have been played by a human player so it knew that this was an extremely unlikely move it went beyond this human guide and it came up with something new and creative and different I am very much watching the game through these commentators that's the way it works so when they're confused I'm certain at the same time I'm latching on to the fact that that they are confused right that is that is an interesting moment when everyone else is confused who's not confused right besides the machine 有没有发现他们刚才说了一句啊 就是说 人类基本上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会下界不起 但是呢 alphaGo决定 不管人类怎么想啊 我直接下 就觉得这一步呢 是更好的 然后呢 以事实 一开始 觉得 哎呀 为什么他会这样下呢 觉得很可笑 对吧 有一点 他就应该在说韩文 所以我听不了 所以他应该在说韩文 所以我听不到 其實李四時在看到這一部起的時候沒有輕敵的 但是他想了20分鐘 之後還是輸了 我們這一個影片就看到這裡 我先停一下 所以我們會發現人工智能真的不可以創新嗎 什麼叫創新 就是想到我們會知道沒有人這樣去想過這個問題 然後你現在有一個新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問題的話 我們叫這種事叫創新 然後你剛才看到AlphaGo沒有人會這樣去下這一步起的 但是他現在就知道人類只有萬分之一的機會會下 但是他知道勝率還是會比人類還要高 所以就他下了 OK 人工智能真的不可以獨立去創作嗎 你們現在看完這個影片以後 視頻以後有沒有一些新的想法 OK 那具體呢 人工智能跟人類的大腦 具體有什麼分別 我們都知道了就是我們很多時候了 都是覺得人的大腦基本上分開兩個部分的 OK 我們會有一些比較理性的 我們也會有一些比較感性的部分 然後呢他們操控的那個就是活躍的程度呢 其實就會影響到你哪一個哪一種能力呢比較發達 那比如說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創造力比較豐富 但是呢他可能算數就就就就計算的能力就比較比較差的 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計算的能力比较好 但是呢語文呢或者是那種創作啊或者是解藍能力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那其實呢就會不同的人呢 因為他們就就那個那個腦袋的那個training不一樣的情況下呢 其實呢也會有不同的一個就是人的強項也會不一樣 那當時呢我們會在對比這個人工智能的時候 會不會就我們常常呢都會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哎會不會人工智能呢只會怎麼去分析一些問題 他不會創作創作 那具體呢我們肯定要知道OK 那這個人工智能具體是怎麼去學習東西 還有怎麼去創造一些東西 那下一個就就呃我們我們呢也會看另外一個影片 然後呢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去介紹一下就是那個 人工智能呢具體是怎麼去呃就是就學習 還有就是怎麼去呃呃就是我們我們最就就就這個原理是怎麼樣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後面呢再去推論後就就呃那個人工智能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可以用他做什麼還有我們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OK那下一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它是介紹給一個小孩人工智能是什麼 OK那我們先看一下 嗨我我是Hillary Mason 我是一個科技科技師 今天我被請求解釋工智能在五個層的增加 complex度 工智能智能 使用我們能夠學習到世界上的大量的東西 從大量的資料 我們當人物人們不能夠學習或感受 所以工智能智能是當我們教學工智能 學習的模式 從看見譬如資料 所以他們能夠認識那些模式 哎呀不好意思因為我想停一下 怕是我這樣去講 去 Machine Learning is one 那剛才他說到就是Machine Learning其實是用 我們積累了很多數據以後了 我們去就是通過很大量的一個學習 然後呢才就是讓那個機器呢 學到某一些邏輯 然後去做一個後面的一個推論 所以呢 肯定有一個前提是 之前已經積累了很多數據 OK 然後繼續去講 他怎麼去介紹一個小孩 怎麼去解釋這個AI是什麼 有沒有聽過Machine Learning是什麼 沒有 Machine Learning是我們怎麼去教機器 怎麼去學習生活中的那些 patterns of how a machine might learn something So is this a dog or a cat? It's a dog 又是狗還是貓啊? This one And what makes a dog a dog and a cat a cat? Well, dogs are very playful 狗的話會比較 The cats keep themselves more than dogs I think That's true Do you think if we look at these pictures Do you think maybe we could say Well, they both have pointy ears But the dogs h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ody And the cats like just stand up a little different Do you think that makes sense? Yeah Yeah, what about this one? My dog My dog Thank you 那有沒有發現 就其實現在他給他的那個圖片呢 就好像是狗 好像是貓 就完完全全真的不太分得清楚 它是什麼來的 OK 這個是狗還是貓呢? 這個是狗來的應該 Because it's more skinny And also it's like It's really tall And it's ears are This one's a jackal It's actually a kind of dog But you made a good guess That's what machines do too They make guesses Is this a cat or a dog? No 這個是貓還是狗呢? 這個很明顯 這個不是貓 也不是狗 所以呢 在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是好像我們現在 給那個小孩 去看這個 就那些圖案一樣 我慢慢去教他 誒 這個是貓 這個是狗 這個是狗 這個是貓 這個不是貓 也不是狗 這個是什麼 然後呢 不斷地教他 然後呢 他去分辨 誒 原來我見到某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是貓 我見到某一些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 我見到他是一個那個 狗的話 可能他的那個 嘴或是鼻 比較強的 就那個 那個形狀不一樣 然後呢 我知道他是狗 然後呢 如果我見到他是比較skinny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 他是一個貓 然後呢 不斷地教他 然後呢 那個電腦呢 就開始就知道 我 我應該去分辨這個貓 還是狗的時候了 我第一時間應該要看什麼東西 然後呢 慢慢去學習到大量的教片以後了 他就可以知道 誒 哪一個是貓 哪一個是狗了 None What is it? It's huge And how did you know that it's not a cat or a dog? Because cats and dogs get the walk on the paws and the ears are like right here not right here and they don't wear watches And so you did something pretty amazing there because we asked the question is it a cat or a dog? And you said I disagree with your question it's a human So machine learning is when we teach machines to make guesses about what things are based on looking at a lot of different examples and I build products that use machine learning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 and make guesses about things in the world When we try to teach machines to recognize things like cats and dogs it takes a lot of examples We have to show them tens of thousands or even millions of examples We have to show them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a child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a child If you teach a child how to treat a cat and a dog You just need to tell him to take a cat or a dog He can immediately figure out who is a cat or a dog But if you look at the computer He can get even close to as good at it as you are Do you have tests in school? Yeah, there are every unit We have a review and then we have a test Are those like the practice problems you do before the test? Well, just like everything that's going to be on the test is on a review Which means that in the test you're not seeing any problems that you don't know how to solve as long as you did all your practice, right? Yeah So machines work the same way If you show them a lot of examples and give them practice they'll learn how to guess and then when you give them a tes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do that So we looked at eight pictures and you were able to answer really quickly But what would you do if I gave you 10 million examples? Would you be able to do that so quickly? Yeah So 那他刚才说了什么 就是说 他问这个小女孩 有没有做过考试卷呢? 然后如果你要学到 OK,怎么去做题的话 你会做 你会怎么去做 你要很多practice,对吧? 就我做过一次 我错了 然后我去重新去做 然后直到做对为 这个为止 然后其实machine learning 其实也是这样的 他有机会了 会做错题 OK,我们会有 就是通常呢 比如说100万有数据 有可能会先 就是拿80万有数据 来做我们叫training dataset OK 我们会就是 就是 就让那个machine去看80万的那个 那个图片 然后看完以后 学到了 然后去就是尝试一下 能不能够用这80万图片学到的那个逻辑 然后去在20万 就是剩下20万里面 能不能够去推断那20万是不是准确的 比如说分辨一个猫 还是狗 OK 然后如果能够分辨 就是比如说他达到80% 或是90%的正确率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是非常非常好了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逻辑 但是对于人来说的话 我们一个正常人 如果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不会去做100万道题的 OK 我们不会看100万的图片 才可以学到一个东西 但是呢 就是机器呢 就可以帮我们这样去做 那这个呢 也是人跟电脑一个巨大的一个区别 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问题 between people and machines is that people might be a little better at this but can't look at 10 million different things so now t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machine learning is this something you want to learn how to do? Kind of because I kind of want to become a spy and we used to do coding so I may be kind of good at it Machine learning is a great way to use all those math skills all those coding skills and would be a super cool tool for a spy 好 那刚才这个我给你们看的那个影片呢 其实呢就是怎么去就是给一个小孩介绍 就Machine learning具体是怎么去学习的 然后呢 我们知道其实如果它是基于以前的那些数据 然后呢去学习的话 那我们真的可以就就就就就有创作 就那个那个AI或者是人工智能呢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创作吗 因为我们知道创作了 刚才有同学 或者是有观众呢 也就也在那个留言的那个地方就说 啊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呢 那个AI呢也好像不可以就是帮我们的创作 然后呢后面呢 不好意思 后面呢我会就是给大家去illustrate一些 就是啊现在的这个技术 可以到哪种程度啊 OK 那人工智能可以独立去进行艺术创作吗 然后呢我们刚才呢就知道 呃我们一定要就是大量的数据 我们我们呃给他什么数据去去啊 锻炼这个AI其实也会很影响到他最后的那个 outcome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反而会问我们人工智能能够辅助我们的艺术创作吗 可能这个才是我们后面会问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我们具体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那个人工智能可以具体怎么去帮助我们 去啊辅助我们的那个艺术创作 然后呢后面我也有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了 我们以前画图了 就画完以后了 要把很多的那种dimension 又或是设计好 以后才可以拿去生产 OK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 一个new product 以后我们知道科技与NVIDIA 已经有了一年半的选择 在这一年一半 在这工作中 进入是一个标准 我们可以自己写 进入是希望 一样的现象 符合这些标准 我喜欢我们的第一次 只有石头是描写的 所以我们有这些床的东西 并不是很实现 然后它现在是包裹了 那以前我们要画右边那张图可能比较麻烦了 就是要真的会画画才行 那现在你只需要画到左边那种程度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画成右边那张图 现在更夸张的是我们如果怎么去画一个人 我们能夸张的形象 再画一种形象 再画一种形象 它不仅是一个开始点 但如果我们选择,我们可以改变的形象 而且可以改变的形象 然后我们的颜色就会按照这些形象 但它们更加达到这些项目的准备 准备一些准备的项目 这是一种 선� 在这里的准备 Journeyman users mainly appreciated the variety they can achieve with this algorithm. If you look here, you can get a taste of that. While professionals were more excited about the controllability aspect of this method. This will showcase with the footage with the slide books. Another really cool thing that it can do is called face copy paste, where we don't even need to draw anything and just take a few aspects of human faces that we would like to combine, and there you go. Absolutely amazing. This work is not without failure cases, however. You have probably noticed, but the AI is not explicitly instructed to match the eye colors, where some asymmetry may arise in the output. I am sure this will be improved just one more paper down the line, and I am really curious where digital artists will take these technique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objective is always to get out of the way and help the artist spend more time bringing their artistic vision to life and spend less time on the execution. This is exactly what these techniques can help with. What a time to be aligned. What you see here is an instrumentation for a previous paper that we covered in this series, which was made by Weights and Biases. I think organizing these experiments really showcases the usability of their system. Weights and Biases provides tools to track your experiments in your deep learning projects. Their system is designed to save you a ton of time and money, and it is actively used in projects at prestigious labs such as OpenAI, Toyota Research, GitHub, and Google. And the best part is that if you have an open source academic or personal project, you can use their tools for free. It really is as good as it gets. Make sure to visit them through wmb.com slash papers, or click the link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 to start tracking your experiments in five minutes. Thanks to Weights and Biases for their long-standing support, and for helping us make dear fellow scholars. Okay, so basically it's just like this. It's just like this. It's just like you will find the AI technology. It's already being able to help you. So for example, I just need to make a brush. And then you can do a view image to help you generate. Okay, it's already been able to help you. Okay, this is a very... just like our art work, we can spend a lot of effort. We can just spend a lot of time to just reduce our work. Just how to美化 that kind of work. So in this situation, 原來人工智能的確是可以幫助我們 去進行藝術創作的 後面我們還有一些更現今的 那些人工智能的技術 那我會介紹兩種給大家看 一個叫Meet Journey AI, 一個叫Open AI 我不肯定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兩個 有的話可以打個有吧 有聽過嗎? 這兩個技術 對,後面我們會一起來玩一下這個 CHAT GPT 我一個一個來啊 首先呢我們先玩一下這個 Mid Journey AI Mid Journey AI就是現在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網站 大家看到這個網站 你會發現那些人呢 其實呢只要 比如說 應該 我可以先去 那 你只需要打一下 比如說 哦 這個網路有點慢 咦 他還沒有去 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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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個網路有點慢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如果這個比較慢的話 我們可以先試一下另外一個 CHAT GPT 這個是我們現在很流行的一個 就一個AI 然後呢 我們就 我們嘗試一下就是 怎麼去通過一個 CHAT GPT 來進行一個對話 OK 那 首先呢 我們可以跟他聊一下天 比如說 Hello 你好 OK 你會見到他好像 我們iPhone的那個CV一樣 就是可以去 跟你進行一個對話 那比如說呢 你現在 有沒有一些問題想 想問一下的 大家 你們有 你們嘗試在那個CHAT BOX裡面呢 想可以問一些問題的 嘗試一下那個 CHAT CHAT OpenAI能不能畫 中山大學怎麼樣 好 這個很可惜了 中山大學真的不太怎麼樣 所以呢就是那個OpenAI呢 就找不到那個 相關的那個資料 哈 哎 剛才有 李奇同學 就就就就那個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叫那個OpenAI去幫我寫一篇文章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來來試一下 好 OK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題目 咦 為什麼 就是 就是 其實呢之前呢他會比較concrete可以直接告訴我 就是 等我一下 我可能開一個new thread 再來再來 美術學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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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可以選什麼題目 我們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 嗯 那 你會發現呢 就是就有時候呢 的確那個OpenAI 就是就回答不了那麼專業的問題 但是呢 我之前試過 其實有很多那種問題也可以解答 那我我現在 比如說 我是一個管理學 專業的一個 一個 一個人 然後呢 我比如說想要試一下 就做一個實驗 OK 研究 研究 面試 對 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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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 谷子 請 講的實驗 應該 以 否 想 这个是我自己是组织管理学的一个研究员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去知道 我们要做一些实验去检验AI面试 或者是那种我们去用AI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人的不同反应 你会发现其实在OpenAI的时候 其实可以帮你回答到很多 就不同就很专业的那些问题 其实也可以的 反正要加个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好啊那我试一下 如果我是一个学生 想做一个 关于美术 美术 咦这样吗 美术啊 美术的论文应该怎样选题 哎呀 他的那个 好 我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我们现在呢就会就就好像是一个跟呃就是要求那个AI去帮你干活一样 那你会现在就发现了只要你的那个问题呢问的就是比较清楚 或是问的比较简单的时候其实他容易去回答就就就啊就他回答的那个内容其实也会啊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他现在说如果你是一名学生想要写一篇关于美术论文的时候建议你先感兴趣的美术类型或是某位艺术家 啊算一个你感兴趣的题目啊我们可以就就就继续去问下去了 比如说哦啊由哪位艺术家值得去做 他也会给你一些example的 那比如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回答到你的话呢你就可以叫他去举一下例子 就是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有哪位艺术家值得去做你可以给我一个例子吗 就就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拿一些灵感 OK 好那他现在呢古典艺术的话啊我我比如说想要研究这个 啊呃研究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他 研究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他 新观点 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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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了 但是你会见到 他有时候会给你一些意见 比如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 然后以便提出新观点 比如说你可以研究一下 他的生平创作背景 然后主题手法 就是探出他的作品的宗教哲学元素 然后你可以再尝试去问一下 如果我想从某某角度来去看的话 我应该怎么去继续去做 然后其实你会发现 AI可以帮助你去拿到一些更方便的去帮助你拿到一些灵感 OK 这个就是我们OpenAI里面的一个讲释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叫一个那个Mid January的一个Software 其实这个是怎么去 他的那个布局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keywords打进去的话 他就可以帮你生产一个相关的那张图出来 那比如说我只是想要game characters realistic 然后他就会生产四个ok 就我们叫做游戏的时候 他的那个四个角色出来 然后他就帮你自动去画出来 画是如果比如说他这张就是这个 这个他圆图是这样的叫一个真的很慢不好意思 有点慢不好意思 有时候你可以给他一张图 比如说这张是真人的那张图 然后你把这个真人那张图 去把它放就是我应该用什么style去把它画出来 然后呢他也会自动去创作一个 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图出来给你的 ok 那我们可以现在呢去试一下具体是怎么去操作的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就这样写的 image imagine 我们可以写啊 a man with pikachu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啊一个人他啊就是一个 啊啊虽然这个有点奇怪啊就 哎这个 那你会见到我我只需要去打 一句句子比如说a man with pikachu 他就会就是啊就生成四张图给你 然后这四张图呢就会出现了啊原来我有一个人 然后呢就会旁边有一个pikachu出来给你看 然后呢这个就是你很很快呢就可以做到你想要的那个创作 ok 啊当然呢其实呢这个这个效果呢你会见到不一定很好的 然后呢其实你可以加进去很多那种啊啊就是提示 然后呢让你的那个创作呢可能会啊比较realistic 就是比如说啊我可以啊就比如说我觉得啊这个氛围不太对 ok 我刚才呢说这个a man with pikachu 然后呢就觉得哎哇好像很很恐怖一样啊对吧 就就就好像就AI不太懂怎么去分辨啊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氛围 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呢我就可以在那个AI的一个改善一下我们的keywords happy mood 我再加一句话 我们看一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了 虽然也不太好ok就是还是很恐怖对吧 但是呢你会发现了其实呢呃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人呢也知道应该啊去用什么keywords 才可以让那个AI呢就更好去发挥他就是想要的那个工作 有些人呢甚至呢会用这个这一套工具呢帮你去比如说啊画那个啊就公司的那个logo 就公司的那个啊商标 然后呢也会就是做很多就我们这尤其是我之前说我我是做游戏的 然后呢我怎么去就设计一个啊新的一个角色的话 哎这套工具呢其实也可以给到我们很多灵感ok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AI领域里面呢是可以帮你去辅助你创作的那些工具 ok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就就AI呢就虽然他有很多好处 但是呢就对于一个就就啊就啊就啊就我们我们知道现在 AI可以很大的去啊就就帮助你去创作 但是呢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呢其实有也有他的一个不好的地方的啊 其中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呢如果真的要用AI去创作的话 谁拥有这个作品的一个著作权 ok那我们知道了就就AI的那个啊就就如果我们真的呃刚才用了open AI 或者是那个啊那个mid january的那个AI 如果我们就用他写了一篇论文出来 或者是我们用他来画一张图然后去卖钱了ok 那关系是哎这个作品真的属于你的吗 我们知道以前就就那个啊作品作品的那个著作权呢 其实呢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不想被别人抄了 但是现在呢呃我们只需要去打几个key words 然后呢就可以生成我们的那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呢拥有权应该是那个AI的本身呢啊 啊就制作这个AI的那个人呢提供数据的那些人呢 还是你就是啊那个用家呢 你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你们觉得这个拥有权应该是谁拥有这个作品 就AI就创作这个啊就很很难去界定对吧 这哎好像就是提供数据的那一帮人 这我们我们呃在算是互联网随便都可以拿到那些素材 但是呢这个素材也是不同的人去contribute出来的 好像我们他们也应该拥有这个呃著作权 但是呢呃你会发现的刚才就是我不肯定你有没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我用这个AI的时候 AI去画那张图pikachu 或者是我去写我的论文的时候 我用不同的keyword其实呢也会需要去就是打磨一下的 如果不是所有的keywords啊都会出现我就想要的那个结果 那呃这个创作者其实呢怎么去用这个产品 其实也需要发发一个很大的功夫 那会不会其实啊我这个创作者 怎么去用这个AI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呢 给钱的那个人哈哈 但是有时候呢那个AI的技术呢其实不用钱了啊 那那又会怎么怎么去定定定夺了 那呃我们有可能呢不呃就是这个的确是在法律上呢是很难去定义 这个法律上的确是很难去定义谁拥有这个权 但是呢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啊如果这个作品呢去拿过去啊 啊比如说啊啊啊啊啊啊你要是我们去参战 就就就就啊比如说我我画一个作品以后了 我要拿去卖 Ok 我要拿去就是做一个展览 Ok 那我应该怎么去就就就啊 frame这个东西 比如说啊 这就啊 他们会 什么情况下 才会觉得这个artist 才是有他的加急在里面 Ok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 就其中一个想问的那个问题 然后呢 这篇文章呢 其实呢 就提出一个新观点 其实这篇文章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来读一下 这篇文章呢 其实呢 就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比如说 我们会有不同的群体 其实呢 都会跟这个AI的作品呢 是有关的 靠他的意思就是说 提供那些素材 去给那个AI 去做training的那个人 Ok 这个就是我们大众 就是大众就是提供素材的那个人 然后呢 technologist technologist就是说 那个 就做那个AI的那个人 做那个AI的那帮人 然后呢 artist就是说我的那个创作者 会使用AI的那帮人 然后呢 这个是展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要举办展览 就是那个主办方 Ok 就是这个人 然后呢 最后还有这个AI 你会发现呢 如果我去不同了 就就就就比如说我跟别人说 AI只是一个工具来的 然后呢 就所有的那个产品呢 其实呢 就就所有那些艺术的创作了 那个 AI只是一个工具来辅助他 然后呢 对于AI的那个art 就是使用AI那个artist来说的话 其实呢 他的那个responsibility 会高于如果你跟他说 Ok 原来AI只是一个啊 AI是帮你去合作 就啊 不好意思我再来啊 我们现在有两种framing 一种是AI是一种工具 然后呢 AI是你的partner 我跟AI去就是合作完成你的那个作品 然后呢 如果你是一个artist的话 你跟别人说 AI跟我一起是一个partner的话 别人会觉得你的贡献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来说的话 你要怎么去跟别人说呢 你告诉别人AI只是一个工具的话 人家会觉得 嗯 你的你的那个那个作品呢 其实是更有贡献的 就是就这个是啊 那个credit应该属于你的 Ok 啊这个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findings 但是呢 如果啊 如果你是一个做AI的那个人的话 你跟别人说 Ok 我创作了一个AI的那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帮助人家去完成AI作品的话 其实呢 啊你的那个value是会 就是降低的 呃降低的 但是呢 如果你跟别人说 我创造了人类的好朋友 去帮你完成AI的那个啊 就是就一起来合作呃 他的那个产品的话 哎人家就会觉得哇你这个technologist非常厉害 Ok 所以呢对于不同人来说 你怎么去就是啊就是啊 frame ok AI是一种工具 还是你的好朋友 其实呢 也会对你的那个就是 最后拿到那个crackets 很不一样的那个地方 Ok 这个是我第一个想分享给你看的一个 一个研究的一个观点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啊就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个AI的呃 拥有权是谁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是很多时候呢 AI呢是不可以做一个价值判断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呃是因为呢很多价值判断 其实现在呢人类也没有办法去 呃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judgment 那呃呃我呃就具体来说呢 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验呢 去展示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 那这个虽然跟艺术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呢呃这个这个实验呢 是其实就是想说 哦原来我们机器呢去判断这个价值的时候呢 其实呢也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就是就就就呃是是很难的一件事 那这个这个实验是什么呢 怎么样呃呃是什么呢 其实呢他就说 那如果这个是一个自动驾驶的汽车 ok然后呢他坏了 ok他没有办法就就就就他现在停不下来 然后呢前面有两帮人 一般人呢是比如说有女生 还有就是你会见到他是有孕妇的 ok有有有有一个啊孕妇 然后呢也会有一个狗 小孩 然后呢右手边呢 有一个狗 男人女孩 孕妇 还有小孩 然后呢你你会选择撞哪一边 ok你会发现呢有很多时候了 就算是人类也可能啊很难去make一个judgment 或者是如果上面有人的话 我应该就是啊保护哪一边的人呢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大家一起来去试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的那个游戏啊 就我们有一个道德机器 那比如说 现在呢我们见到了有呃 如果这个车上面呢 我撞去人上面的话 上面那些人就不用死了 如果这个车呢 撞上去那个那个栏上面的话 就转过去右边的话 ok 车上面的人就死了 但是呢就外面的人不会死 那应该选哪一边呢 有可能你就会觉得啊 我我我做一个自动驾驶的那个赤车 我当然要保障 就是车上的呃乘客去啊安船对吧 所以呢我有可能会ok选择这个 好 然后呢 那我现在又有另外一个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啊原来呢 左手边就会人 呃就是呃就你会见到就是车上面有人 然后呢下面也会就就呃呃 如果选左边的话就就死的人呢 可能就会就是在车上面的人 然后右手边呢就会是外面的人 但是呢你你现在就多了一个decision就是 那个转就其实呢他们死的人呢都是4个人对吧 那你会见到这个描述了 就呃这个 在这个情况下这色彻的话会让车上面的人死亡 死亡的人呢就是4个流浪汉 那如果现在知道了车上面的人是4个流浪汉 还有就是外面呢有两个人是男精女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你会装上哪边呢 你会根据这个社会价值来去啊 决定哪一个人去死呢 还是你要保障的只是这个车的安全呢 那其实呢你会知道就就你你会见到 这个价值判断的这个工作其实很难 就是通过这个AI来去完成的 因为呢不同人其实也会有他自己不同的观点 ok 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就 就是就是说我们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在道德判断的时候了 我们很难交给那个AI去完成 这个也是我们创作者就有有时候了 我们创作一些东西 但是呢有可能这个这个作品呢 会有一些关于价值判断的那些成分里面 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可以完完全全 依靠于这个AI来帮我们去make这些judgment 因为呢其实呢不同人看到这个作品 其实那个效果完完全全会很不一样 如果你只是让这个AI来完成这个工作 然后呢你没有去就是小心去筛选 然后他对人的那个感觉的话 其实呢会做成很大的一个社会影响 我们不可以说 啊啊这个是AI的作品 然后呢我们就就算他伤害了一些呃民族的情绪 或者是人的一个情感 然后呢我们也不可以推涉这个是一个AI作品 然后我们就不管 ok 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呃交交给AI去创作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去呃就就呃注意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说 刚才呢呃我们我们有呃就我们呃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哦在在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啊好像就是就就呃就就呃就呃就呃给人的一个感觉是说 如果我用AI来做这个呃作品的创作的时候呢 啊会就是让人家觉得啊你好像就是通过AI来来来来做你的那个工作 你根本就不配作为一个创作者对吧 那应该怎么去体现你的那个贡献 ok 那首先呢我我想要介绍就是在组织行为或者是在心理学里面呢 啊那个盘观者是有有哪一种for process就是就有哪一种的那个呃呃 就是他会怎么去判断一个人的一个呃成功呢 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会有一个叫归因理论 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如果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他 他现在要完成一个工作就呃现在啊Peter要完成一个工作 ok Peter Peter要完成一个工作如果没有人帮他的话 Peter的成功呢应该完完全全归功于他的 ok 这个是我们大众都会这样去想的 但是呢如果Peter接受了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了哎好像Peter的成功了 就完完全全不是归功于他了 他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人的帮助 我们在归因理论里面呢说了其实呢这种呢是apply呢我们叫一个discounting principle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原来他的那个成功是因为有其他人的帮忙才会做成他现在的成功 所以呢我就不会把所有的credit所有的贡献呢都归功于他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归因理论 如果把这个情况呢去apply在我们的AI的那个情况里面呢其实会这样的就是说啊如果没有AI的帮助下那当然呢那个Peter的成功呢完完全全可以归功于他的就是好像我们的那个艺术创作以后啊 ok 如果你是那个创作没有AI帮助的话那当然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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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者呢就完完全全可以把所有的那个credit所有的功劳呢都是归功于这个创作者了 但是呢现在如果有AI的辅助下哎他的那个创作能不能够继续去归功于他呢那根据刚才的那个discounting principle的话 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只要有一个AI的帮助的话 我们很多就是我们身边旁观者ok身边的人或是你的领导 其实呢也不会觉得你的成功呢是因为你自己的厉害 有可能我会觉得哎这个是有AI帮助而已对吧 那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哎哎怎么去才可以让别人的ok他apply那个discounting principle 就觉得我AI是辅助的然后呢把它传成我们叫一个argumentation的principle 就是说其实你用AI的更能够体现你的价值呢 那我们呢就会觉得那这张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飞行器对吧 飞行器呢啊我们很多时候又觉得啊我啊如果你现在呢有一个赛跑的活动 ok有飞行器你是跑的特别快的ok就是啊你可以更快的去冲到你的中啊你的中啊你的终点对吧 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发现那个飞行器是非常难用的ok飞行就是那个飞行器呢 原来会把就是把你就是丢到不同的角落里面你很难去玩就是很值的去就是去到你的终点里面我会见到我原来控制这个飞行器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哎用飞行器呢其实会增加你使用这个飞行器的成本 我也会觉得啊你用飞行器呢其实呢不会就就就就会更加就是这个功劳也是属于你的你你跑的快 这个是你的你的你的那个caracteristic就是就是你的那个competence那个ability的一个部分ok这个就是那个啊啊我们怎么去啊啊啊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规律理论的这个转化就是我们只要给给到别人去看啊原来我用这个工具 其实呢需要更多的effort而不是只是帮助你很快完成你的工作的话 其实呢就会让人家在就评价你的时候了就会觉得啊其实你的那个那个啊功劳呢都是属于你的ok 所以呢我们呢就做了很多啊就做了啊就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研究的那个分享啊所以呢我只是啊就是简单的去提一下我们的那个理论模型 我们发现呢其实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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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我们要就精神的去打磨我们的keywords 我们不是所有keywords都可以就是做到我们的效果 我们要把这个就告诉评价你的那个人 然后知道原来你在用AI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有一个effort的 然后那些评价你的人就会觉得 你其实使用AI的时候 或者其实也会就那个AI 就那个 就你应该得到那个AI 就是 你怎么说 就是说你 AI帮你去产出的那个performance 应该也是属于你的 就是他的那个成果也应该是属于你的一部分 因为你是怎么去你怎么去用这个工具呢 你也是花了大量的那个effort进去 所以呢这个也是说ok我怎么去跟你的老板说 就就啊那个 那个啊AI的使用了怎么去就不会让那个老板呢 或者是你的客户觉得啊你用AI去做你的那个产品 然后呢就就呃以后呢我呃就就你你你的那个创作者呢可以被取代 我以后就用AI不就行了吗 其实呢你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尝到你的effort 才可以去让你的那个价值继续保留在里面 ok 那这个呢就是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 呃一个关于我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分享 然后呢呃最后呢我想有一个就很简单的一个quick summary 就是说呃这个分享的最主要是讲到ok 人工智能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艺术艺术创作 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AI的发展越来越厉害了 你会见到我们刚才那个 OpenAI可以甚至于帮你去写你的论文 或者是如果比如说你你真的 呃呃想要写一首诗给你的女朋友 然后去哄她开心 你也可以用这个OpenAI去帮你去写 ok 这个这个是一个一些application 然后呢或者是你可以就通过那个midgenry AI 可以帮你去就输入那些keyword去帮你画画 ok 我们发现了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那个技术呢 已经可以帮你去做到很多那个艺术创作 但是呢我们会有几个问题的 就是第一就是谁拥有这个作品的一个著作权 然后呢 呃还有就是那个人工智能就做了这个呃那个那个作品以后呢 呃因为他不能够做出那个价值判断 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一定要小心他带来的那个社会的后果 比如说如果他就是创作那个作品 其实呢 有可能会伤到人的那个情感的话 那你你是需要有一个价值判断 去啊 不让那个作品露出 或者是我不要这个作品的 ok 然后呢第三就是 我们啊就除了著作权 除了那个价值判断以外了 其实呢我们啊就是告诉你的客户 告诉你的领导啊我在用这个AI 做你的那个艺术创作的时候 我怎么去才可以 特显你的那个价值呢 其实呢你更重要的就是 啊要让他要让那个 评价你的人这个归因 要小心的去manipulate他 要小心的去操控他怎么去归因 比如说 我要把这个对方就说明啊原来呢 其实呢啊我用AI呢 也是需要有很多 我的那个努力 我要 我要花了很多精力的 去做一些调试 啊 我要花了很多effort 去 就啊 让我的那个AI的产品呢就更精准 这些呢 都是你去体现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贡献的那些要素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分享里面 就是在呃尤其是在一个呃呃 呃南在一个呃自能的时代 里面呢 其實呢 AI呢不只是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些 很具体的那种 calculative的那种问题 啊现在还可以帮我们 就做一些 弄力的那我们怎么去 可以就做一个创作者 啊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 这个AI的技术呢 啊我希望呢这这个分享里面呢 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些一些思考 然后也就是欢迎我们接下来的一个交流 就我这个分享都就到这里 谢谢感谢黄教授感谢你 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状态不太好 所以没事没事 已经是非常辛苦了 这个确实是今天身体不是 好不好意思 吴老师 好我全程都听了非常棒 这个应该说我们的黄博士 这个很贴心为我们美院的同学 量身定做了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 尤其是告诉我们说 以后你该跟别人如何来解释 你用这个AI来辅助作画 然后这个版权还属于你 因为这个问题的话 确实我们之前在艺术法的讨论中间 这个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 而这个黄博士的话通过管理学的方式 尤其是让我们美院同学 印象深刻的这个是美人鱼里边的一个片段 然后用这个喷射的那个背包 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可能会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就知道原来这个AI有时候就是一个辅助工具 但是你如果操控不好的话 你会把你带入到另外一条斜路上去 那这样的话我们明白了 就是即使在虚拟世界中 人的主观的意志决定和操控性 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这个非常感谢咱们的黄博士 这个而且在讲座中间 可能我们的同学都已经很习惯于这个老教授们 这个从这个理论的高度上 12345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讲一些概念和知识 但是像我们黄博士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两个软件 通过玩的方式然后来了解 或者说来深刻的理解一些 这个表面上不一定能说得很清楚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种方式确实也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 同时的话我相信同学也会听得非常的开心 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留点时间 我们看看我们的同学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或者是苏老师交给您吧 谢谢吴老师这个看 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同学有没有 或者是各位这个来自各个高校的观众 有没有这个想要跟我们黄老师沟通的 然后可以开卖 应该是可以开卖的 或者是说直接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打字就可以 因为上次的以前一般的情况就是 吴老师跟我这个问太多了 然后最后大家都问不了问题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有吗 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哪一位这个网美的同学 或者是各位来自各个高校的各位观众们 看有没有需要问的 应该是可以可以开那个 应该是可以直接开卖 是应该是可以开卖的吧 如果不行的话呢 在那个聊聊天区来打字也可以 对 看一下 看一下 是开不了麦吗 好像应该是有可能是开不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那个那个研讨会 所以这一块我要调一下 看怎么调试一下 稍等一下 对我看一下所有人都可以 对聊天范围 聊天范围都可以 好 那看看有没有同学想要问一下的 关于这个虚拟世界的一些工作的一些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想就先问了 这个黄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咱们说说到了这个特别是AI绘画这一块 那我特别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说很多 很多很多时候这个这个AI他只是去做一些我们所说的叫做解决方案就是他他如何去执行好他的这样的一个指令 但是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究竟是车撞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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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说的这个石头这个石膊上面 还是说这个车要要要冲到这个人行道的这个人群里面 其实AI可能他会有我们比如说我们设定一个指令说这个车上的人比路上的人更加重要 所以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为他他设定的给他的一个一个命令 就是说我可能更加倾向于保护车上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说啊我这种我们所说人人之间的这种伦理啊道德啊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是不是说其实人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虚拟的这些技术AI也好或以后的一些更加新的一些技术也好 其实我们人的这个这个作用在于就是把握这个您说的价值判断问题 比如说更多的是一些伦理跟道德问题 所以这个这一块会不会是我们所说的以后无论是这个虚拟技术也好 或是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这个界定的问题 包括说一些这个我们所说全属的界定问题 就是说这个版权是谁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加应该要从这个伦理的角度去思考 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人的作用肯定是肯定是高于或者我们人的思维 肯定是高于这个AI他去思考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说单纯从技术上去解决 您觉得呢? 我自己是非常同一体刚才说的就是啊那刚才刚才我们呃就是做了一个游戏 然后就是那个道德机器嘛 然后呢就是说呃呃我们有可能的那个价值判断呢就是保护侧上面的人 OK这个是我们的一种价值判断 但是呢也有可能呢就是前面有两班人 一般呢是啊一些社会上很重要的人 一般呢是呃社会上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或者是但是呢他的人数有很多 其实呢呃你会发现在AI上面呢就做这种价值判断的时候啊 肯定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你怎么去让这个AI去satisfy就是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了 肯定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呃就就说OKAI执行了某一些指令了以后 我们肯定要很小心的去判断 呃现在他的那个algam是不是符合我们人性 就是呃就就就那个那个呃呃就就我们想要的那个地方 那呃呃就最近呢呃我不肯定大家有没有呃就是呃听过一个叫AI面试 就现在可能开始越来越多毕业生的去找工作 然后呢呃呃有一个AI面试的那个技术 那这个AI面试的技术其实呢也是通过不通不断的训练 然后呢去找到一个呃那个就是哪一些candidate是好的哪一些candidate是不好的 然后呢他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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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判断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呢 你就知道就是机器学习 其实是通过我们的那个 就很多很多 就我们的素材 就是那个素材好不好 或是我们怎么去找到 就就啊 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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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给什么training data set 给他的时候 其实也会影响到 这个啊 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那个 这个那个成效 有时候呢 的确会最后呢 就做成我们啊 比如说会不会啊 那个AI 只是算OK 就是比如说啊 只是算那个白人 不算黑人 OK 或是他只是看见你穿着 没有那么啊 那么好 然后就直接把你摔掉 其实呢 这种呢 也是一种伦理判断 但是呢 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 很小心的去 就是啊 检测那个AI的工具 然后呢 就让那些啊 原来本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candidate 非常好的求职者 但是呢 因为这个学习过程之中呢 就把他们一些就是人类就是常常都会有的那种就是歧视啊 Bias啊都一起学回来了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也是我们需要去就是啊这个一个很很需要关注我们怎么去使用AI的技术 当然呢 用AI可以方便很多人去比如说做一个啊 HR就人类资源的同事 你用AI可以很快的去就是做到那种啊那个AI的面试我不用去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就面面谈半个小时 就这样都省了很多时间 但是呢就会有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我们会不会在使用AI的时候呢 就会就就introduce一些就我们歧视啊 我们啊那个那个判断就一个人的时候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直接从那个啊 那个他的那个理力那或是那个白管就已经决定了一切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啊在后面使用AI的时候需要关心的那个问题 好家伙现在这个连AI都有这个面试了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人类来说诗人这个事情啊总是非常非常难的是吧 然后呢这个聊半个小时我们未必能看得透一个人 但是AI现在居然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也是很震惊第一次听到 好那么刚才留言区呢有两位同学呢有留言了 那个苏老师您关注一下 好的 那个有一位这个观众是问这个这个他说请问黄老师 对于元宇宙和智能AI的发展前景和设计趋势有哪些 怎样让AI更好的为人服务 以及如何考虑AI与人是否共同对待和管理 谢谢那是第一个问题在这个评论区里面 好那呃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呢 那么AI的技术啊是啊就是我们啊我们很难说一句话说那个AI前景就就就就呃怎么去走因为呢其实呢不同行业也会有不同的AI技术比如说呃现在你去走电里面呢也会有什么呃AI机器人然后呢去呃� 传机走电里面就就就就就引入了这这种机器人了嘛就我不肯定你们有没有呃看过啊然后呢呃就除了走电以外了啊我们就就生产这个呃呃呃那个比如说呃有一些比较工业 那些呢ите Suppose那些呃呃转呃转的呃呃乃询油工业就是做那些博物转呃像的那个呃那个呃玷00默的那个呃银ille déstchool Đcair profit 那这种呃呃呃有人贓公司哪呃呃 ServMSlum Niners interpret la様India AI的发展其实也会很不一样 我这次的讲座 就提了 在创作上面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比如说著作权是谁 或是我们怎么去claim自己的价值在哪 这个是特别为了艺术 创作者来想的那些 但是如果比如说 其实我们以后人类未来了 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一些 就一些知乎 或者是有一些文章也会写到 比如说10年后 人类会被AI取代的职业 对吧 我们常常都会见到这种文章 然后你会见到那些重复性的工作 OK重复性的工作 或者是那些可以比较简单 不需要去做判断的工作的话 就特别会容易被AI取代 OK就我们会找到这种 这种公信 所以如果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以后我们应该想去看待这种AI以后的发展的话 那AI的发展肯定是越来越厉害 就是他们能做的东西肯定会越来越多 人的对于我来说 人的价值肯定是关于他的自己的价值观 他的人的道德的判断 人的那种思维的发展 其实这种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在使用AI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放弃了这些要素 这个就是我觉得怎么去面对以后AI连带的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的谢谢黄老师 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是来自一个是广播编导的一个专业的同学的问题 他说AI进入媒体行业 是否会对媒体行业的从业以及学习者提出更多的专业学习要求 我们学生可以在这个在线阶段做什么努力呢 就是这个问题 媒体行业 我自己了解的技术是这样的 就是说现在在韩国里面 已经有一些就是AI的那个新闻主播 你知道新闻主播就要现场 然后去把那个就是新闻报道出来 对吧 但是现在已经做到一个真人的一样 然后你只需要去把那个新闻的那个稿件 然后去传过去那个AI技术里面 现在韩国已经有几家电视台了 已经开始用这种AI的主播去讲播电视台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说会不会很担心就是 传媒行业很容易被那个AI处带了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不会 反而是说我们学的东西呢 有机会会变得很不一样 会很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以前呢可能要去学习呢 是怎么去就训练我们花很多时间呢 去训练我们的那个那个仪态 应该怎么去表达那个主播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站 我们怎么那个手势怎么去做 现在呢因为有AI技术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呢 去在那个文案的写作上面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才可以 就是通过精简的那个文字 就可以就是把那个就是 那个新闻最重要的地方去 就写出来 那这个是表达能力上面 或者是OK 就我们在互联网上面 怎么去收集我们的信息 我们怎么去用AI的技术呢 去聘凑就是比如说 有可能我们那个就是 就是新闻就是那个传媒 有时候那些新闻都是需要去 通过自己去主动采集 才可以就是知道 有没有一件事情发生 但是呢现在我们AI技术呢 可以让你就是找到 比如说现在比如说股市 就美国那些做空公司的话 我们也会见到有一些公司 是用AI的技术 就是发现那个公司 有没有财务上的作假 OK那会不会以后呢 媒体公司呢 也可以通过AI的技术呢 可以就是了解到 哦原来会不会某一些公司企业 或者是有一些单位 可能会就是出现那些问题 然后呢就就就就就啊 你就你就用这个AI 我们叫AI Forensic就是AI建政的方式呢 去啊帮你去挖取到那些媒体的素材 那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媒体的那个新的方向 就是我们可能呢就不会在 就集中于传统的那种 就是啊言谈上面怎么去表达好 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怎么去抓到更多的信息 啊让我们读者去去啊会就了解这个 就这个啊事实的真相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就就就啊就啊 发挥那个媒体的更大量的一个功能 就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啊 就是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的工作技能的一部分 反而不是那个取代OK 嗯这个说的太好了 说的太好了 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啊 这个已经有很多地方是用这个AI来写稿子了 这个尤其是像那个球赛啊什么的啊 这个就直接用AI来写稿 那么大大的解放了这个生产力 呃我呢曾经有一个学生是现在在这个媒体工作 现在做到这个一个一个负责人的位置啊 哎那么当然了他们也经常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哎那么就像是刚才黄博士说的一样 就是这个呃新闻报道啊 它本质上是要赋予一个日常生活一个意义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新闻 哦这件事这个事情的话呢 是AI做不了的是吧 哎他无法去理解人类的社会的这个意义问题 哎但是呢如果给他所有的设定好了之后 他能辅助记者来来完成一些工作 我觉得是可以啊 这只是有感而发啊 哈哈哈哈 是的 嗯好 谢谢我看到有两位举手了 哎那个好稍等一下同意 好的是洪告志 呃还有呃黄老师你好 你好呃那个我是来自广州美术学院的洪告志 那个刚才这个听了您的这一个这个讲座吧 就是呃有个东西就是有些话想说但是也不能算是问答就有点像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吧 就是刚才在讲到这个AI的时候我就我个人是认为我是把AI技术当成是一种工具 呃就像是大家都在讨论说AI的版权AI的呃AI的这个到底谁是应该是获利者占比多少 我觉得呢呃我们在画油画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人考虑到说我这根笔的制造商是否要获得我这张油画的多少的呃售价的多少占比吧 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心态 对当然了这个我买这个油画笔呃他这个背后这个油画笔可能是法来自法国的呀可能是来自意大利的 然后呢我会付出金钱然后呢购买到他的这个使用权就像是我们线上购买的一些AIPS的一个正版的一个呃正版的一个账号 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呃我们使用AI技术同时是否我们可以呃就是把它纯粹的做一个工具来使用 而不要去考虑太多的这一些说什么这个AI技术呀什么共情的问题说是否要呃呃就看到前一个同学他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呃考虑AI与人是否共同的对待和管理的问题 我觉得是否我们可以在现阶段AI还没那么的智能的情况下先把它暂且的用作一个纯粹的工具呢 然后还有一个您说您说您说没有我我自己觉得你的心态是非常好了就是把呃AI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然后呢就呃呃我们其实呢就不会把它当成就是它是呃完完全全取代我们的工作 就是就就就刚才你又说那个油画那个颜料我觉得你这个example非常好了 所以呃你你继续吧就就你继续讲呃呃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这个 AI作品它的价值定义问题呃我们先不说这个艺术品的定价 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具体标准的事情呃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否接受AI作为一个工具出现呢呃就由呃就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吧 就是大家只要能够心态平和的把AI给认为是个工具 然后我做出这张AI绘图的时候呢我坦然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个很新潮的呃名词 叫做元宇宙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在网络世界上都会有一个数据留下来就是我在画这个AI 做图的时候呢我可以公开一些数据比如说呃我做图的过程 然后我做图的花费的所花费的时间我参考的一些材料如果这一些都可以随着我们网络时代越来越发达 然后能够留下证明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追溯源头的一个线索或许能否更好的解决一个这个版权问题 然后这个定价问题的 我觉得你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刚才我最后的一个研究 其实就是跟你刚才说的观点 其实是非常符合的 就是说我们在跟AI合作 或者是共产的时候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把AI当成是一个工具看待 然后我们要体现人的价值在哪 其实就是我们后期 其实我们也要花一些努力进去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用了AI 那个AI真的能够已经智能到 我现在要一个跟我老中 我现在要创作一个为学院做logo 然后他就直接弄得出来 这个是完全全没有人的努力进去的 没有人的想法进去的话 那这种的话 那很明显这个也 你说你没有把它当成 它直接是代替了你的工作对吧 就有这个情况 但是有很多作品 我们原来我在策划 这个我用什么keywords的时候 其实也会用了很多自动收集 然后我在就你刚才说了 元宇宙就是我们总去把从一个作品 从零开始 然后我们总去收集那个素材 一步一步就把它的那个网络的痕迹 去保存下来 这个中间里面其实有很多effort 我记录下来 这种effort其实就是我们以后 就是作为那个就人的价值的那个证明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是非常同意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AI是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就现在 只要我们还是可以体现人 在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还是有自己的一个effort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不容易被AI去取代的 好的 谢谢黄老师 那我问题就问完了 谢谢 期待我们后续有更多线下的交流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下一位 这个是看到有还有两位举手 那我们就这个 哎 好的 我看到了 要解除静音 哎 韩瑶 哎 黄教授您好 就是听了刚才的这些发言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从人的价值方面来讲 那可能更多的是AI人工智能 它算法这些前期的投入 是由我们人类对它进行开发 所以它当中体现的应该是 我们人类对于这种实现应用算法 实现这种规则和模板的这种脑力活动 但是呢 这个AI绘画它的一个生成过程 和人类的智力活动 它肯定是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的 就是说这种AI绘画作品 它能否拥有它这种成为作品的这个资格 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就是下定论 然后接着刚才那位同学的一个话题的话 如果当这个AI的这种算法 真的能够非常迅速非常快 已经非常成熟的能代替我们人类 去创作的时候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它会在我国的这个法律当中 就是我国的这个著作权法当中 去创造一种新的一种法律主体 就是完完全全的使它的存在变得合理化 第一个问题很有水平 我要想清楚怎么回答 首先一开始就问的是那个 没有我真的要想清楚 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法律的问题 应该怎么去办呢 据我了解的话现在一般来说AI生成的那个作品 通常它会就是比如说我做一个OpenAI的那个技术 以后我会写的很清楚就说这个作品可以用作什么用途 这个作品要怎么去加工才可以作为一个商业用途 一定要把它写得很清楚 那如果就是它没有这种就是我们叫一个Disclaim 就是它的那个警告的那个语句的话 好像的确是可以就是直接被那个创作者来拿走的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但是说OK以后法律应该怎么去走 不知道我也就是要请教各位这个真的不清楚 应该就是你说因为第一就是创作这个算法的那个人 他花了很多心力 那应不应该所有的那种作品 如果是用这个工具生成的话 都应该用他的作品 就是那个著作权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难道就比如说我们用Photoshop 用那个Adobe这些工具的话 我们都要把他的那个就是作品也要credit给他们吗 好像又不会对吧 就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好像很难把 就是那个著作权呢也会交给那个那个AI的那个部分 但是呢你说OK如果完完全全是给那个 那个就是artist他可能只是输了几个keywords进去 然后就生成了那个产品 OK然后你说这个是他劳力的一个成果 好像又不太对对吧 就就因为每一个人呢他生成这几个keywords 其实他也可以就创造这个产品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 呃刚才第一个问题是呃哎呀惨了 我我的状态不太好是突然之间掉了线 第一个问题是呃不好意思我我第一个问题我忘了 能能重复一下第一个问题吗 哎稍等哎我要给他解除敬意好的可以 还有黄教授您好就是呃我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呃 呃因为AI算法他和他的AI绘画作品的一个生成过程 和我们人类这种脑脑力智力的活动 他肯定是有本质区别的 因为呃我们人类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 肯定呢会有灵感啊 肯定会有呃这种你本身的一种感受性在里面 就是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那所以说AI绘画他这种作品的出现 他他是否有他本身的一个独创性 哦OK 那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呃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艺术作品呢 那我们呃艺术的定价其实有不同的theorie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呃就就我们有不同的理论去为一个 艺术作品去呃就是说他的一个艺术价值在哪哪边 其中一个是呃他能够带来多少的inspiration OK就他可以就是刺激到人类多少的思考空间啊 这个如果他带来这个思考空间的话 其实他的艺术价值就非常高了 OK就就这个是其中一个维度啊 当然了也会呢那个思考价值呢 其实呢也会受到很多因素去影响的 比如说如果那个创作者他就做了很多资料手机 然后呢他想了很多人生的节学的问题 然后呢OK想到原来一个原点就是对于人生非常重要 所以呢他画一张作品就是点了一个圈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的那个那个作品 然后呢我把它卖到一千万OK这个也有可能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OK那个那个就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哦 那个艺术作品呢其实呢是因为他收集过就是有很多的人生阅历 然后呢思考的很多然后distrate就是过内过后的一个生成的那个产物 然后呢才可以让人家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作品还会想到背后的那种内容 然后呢有一个inspiring就是有一个就是劳力的一个就是一个刺激 那这样的话就就其实呢也会影响到一个艺术的价值里面 所以呢现在关键是AI虽然就是刚才同学问OK AI他可能就是没有经过人类的那种思考的模式 他可能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呢完完全全没有背后的故事的OK 或者是什么他连思考也没有思考甚至于 但是呢如果你说艺术价值如果只是说能不能够inspire artist 就是能够能够刺激别人的话其实呢呃刚才呃就是我我给给啊 呃其中一个slide里面也有说啊如果我们问这个人呢 能不能够分得出这个画了是人来画还是AI来画 然后呢还呃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那些就一般人其实不会分得出 这个画了是AI来画还是人来画甚至于觉得AI画的话更加inspiring 所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呃我们有可能的确是可以把 AI生成的作品作为就是真的作为一个艺术品来看待 但是呢他可能小了那种价值呢就是我们人类背后的那种interpretation 就是我们就呃就呃就呃就那个那个呃艺术的作品呢呃有可能会受到那个创作者的那个思考的那个 尽力影响到他的价值但是呢AI就没有了而已就就就 其实是这个分别在于这边 好谢谢黄老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哎呃好的 是广州大学的这个一位观听众这个请您最后 嗯好然后最后一位这个拜尔纳是广州大学的这个司政可能您要申请一下开卖就可以 这位还在吗哎好的好的谢谢你这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辛苦王教授了不好意思哎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员司政教育专业的拜尔纳 现在还在读预科我想简单的说一下自己听完这次讲座的新的体会 我感觉人类在不断的发展科技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也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就像此时此刻我远在新疆能够通过智能手机通过网络与大家进行交流和学习 然后我想说科技的意义其实莫过于让人获得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体验更多的可能性 就比如说路边扫地的那些爷爷奶奶从最开始他们其实是有用手在进行剪 后面又是用扫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进行那种做那些小车 可以不用自己去进行就直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感觉技术让他们的工作更有尊严 他们用科学技术去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去开辟了更多新的战场 去让更多人去过上一种更体面的生活 所以我想就是这种那种科学技术是我们的双脚是我们的望远镜 带我们去探索了未知去让我们看到了更远的世界 所以我想我们要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这种AI的发展 不能因为一次两次未能达到如期使用AI的效果就去放弃或不支持 也不能因为在技术方面得到了满足 而去忘记思考去让机器替代自己 我们不能够忘记是我们才是给予了科技所谓的生命 机器是人类的这种再体现 谢谢 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 非常好 真的是很震撼 这个 那个我们今天的问题应该是这个 那我想问问这个拜尔纳这个同学 你有问题想要跟这个黄教授沟通吗 还是说这个就是一个announcement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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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 哎好对稍等一下 我现在给你解除静音哈稍等 好哎请您说 哎因为我是文科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类似于这种理科性较强的这种专业性的讲座 所以我特别的荣幸能够因为这种互联网去跟大家进行交流学习 就是我站在一个普通人就是参与者好奇者的角度去跟进行跟就是进行交流吧 非常感到开心和震撼 谢谢 谢谢你也谢谢你的这个精彩的发言以及这个积极的参与 那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 吴老师那您看你要不最后再说两句 黄老师两位老师在最后再说两句 好的好的好的 那个因为这个题目呢 叫做虚拟世界的新工作模式 那么这个黄教授的这个讲演的话呢 好像没有说到 这个明确的谈到这个虚拟世界的新工作模式应该是什么样 相反的话呢 他只是谈到了这个人工智能 我们如何跟人工智能去进行相处 那么这一点呢 确实是在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我们原来的话呢以为是我们在元宇宙的这个互联的系统里面 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协作 但是没想到的却是真正重要的是人跟人工智能如何进行协作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确实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震撼 因为黄教授的这个讲演正是抓住了虚拟世界的这个新的本质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想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从这个摄影术的发明 推升了印象派的诞生 而电视的发明呢 推升了这个像博伊斯这样的这个后现代的 或者说是这个行为艺术的这个诞生 是吧 那么我想呢 就是今天的我们的虚拟世界 这个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的发展 其实的话呢 对我们的美术学院来说 对我们的艺术家来说 他会产生新的焦虑 然后呢 有可能会催生一个新的艺术的诞生 那么这种新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呢 今天的我们大家都讨论的蛮多的了 就是人的这样的一种独立的意志 是吧 只有人才能理解人呢 那么因此的话呢 艺术永远有他的天地 但是的话呢 对于我们美院的人来说的话呢 我们觉得这是人工智能的出现 这是一个非常命好消息 因为这个我自己也玩过 是吧 输入几个关键词 他居然能够这个做出一个人脸来 然后呢 比我这个练了20年的这个这个这个素描头像的人 画的都要好 那么以后的话 估计高考咱们再也不用去练那个这个这个素描头像了 那是一切多么好的事情 好那我就我想呢 就就讲到这里 那么感谢黄教授 我今天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 尤其是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谢谢您 谢谢您邀请 谢谢黄教授 那我们这个未尽之议题啊 这个还是有很多 那这个下周这个原定本来是第二场的这个讲座 那个张宏宇老师也是因为这个新冠 他这个我今天刚联系他了 大概是下周一二 那我也希望说今天在座参与的 包括这个黄教授 您下周一二如果有空 然后我们也一起参与到这个张宏宇教授的那个讨论里面去 哎 有这个看还有一位想想想讲的 这个稍等我看看 这个这个观众好好热烈哦 哎 你好 嗨 您好 非常感谢那个老师今天的分享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哦 我是学功课的女生 然后对艺术比较感兴趣 那个对于AI包括人工智能 我是保持着热观记忆的态度 但是我想提到的是就是 我们不仅要保护就是呃 站在劳动者的这个角度 就是因为有些呃 人工智能能取代人的工作啊 就举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观察在英国呃 那个Tesco一些超市呃 最先第一批使用上这个所有的机器呃 收银的话 这样就导致很多收银员就严重失业 所以后来这个失业的这些呃 工作人员就发起了罢工和这个呃 申诉 就说你不能用机器来取代人导致我们的失业 然后真针对了进行了调查 啊所以后来大家觉得这个收银呃呃 呃这种人工服务还是需要的 所以最后他们获得了成功 就是说在这个机器取代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觉得呃随着未来这个科系的发展 毕竟有些工作会被机器所取代 但是怎么样让机器更好的为人为服务 还有能够解决很多包括工厂工人收银员等等这些呃 这些人的就业问题以及再就业问题或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培训 然后能找到自己呃发挥更大的潜力 包括一些工作的话 我觉得呃可能有人服务会更好一些 包括收银员呐那包括一些加油站 可能有人更喜欢人的服务 我觉得人的服务更好一些 所以说我提出来就做一个探讨吧 想说一下这个事 谢谢 嗯我自己是呃也觉得很感触 就是说呃呃呃�ě雅兔的时代 就是真的会就是听到很多 新闻说就是啊越来越多裁员的那个情况 啊所以呢 对就是这个问题 对 有有很多人呢也会觉得 OK在在现在这个年代呢 其实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不要有一种叫一个职业定型的那种 思维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呃就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了 有可能以后真的会有一天被人取代 我们很难说就是一定 就这个是一个需求问题 就如果人家真的已经用了AI 就是取代了你 然后他们也没有雇人情 就是所有人都这样去用 那你也没有办法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肯定要 比如说在那个人的服务 还是有它的价值在里面 比如说你会不会做一个非常贴心的收影员 然后可能在收影员服务上面做得很极致 或者是会不会有其他的工作 就那个机器人的效果是带给你 就带不到给你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会怎么去reskilling 就是重塑我们的工作技能 而不是说就一方面 就只是说哎呀 那个取代我我要怎么去抗议 那这个有用 但是呢可能长远来说 那个机器人的发展可能真的太快 那些企业可能用就用那种AI的技术 可能可能也不会关注那个人情什么东西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它 我们可能就要先找一步 学到一些新的技能 然后避免以后被取代 这个就是我觉得 一个 就我觉得 一个我们需要在这个年代 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 对的老师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 包括这个人工服务 AI服务跟人的这个服务 其实是可以共存的 无论是你现在 无论就刚才举到例子 在超市的这个收银这个问题 包括在机场登机 你要是在很多机场 国际机场也是 现在全都是人工自人登机 但是同时还是要有一些人的服务 就是有些人知道 你怎么用使用机器 或怎样去登机等等这些 所以在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是人和这种AI 是可以共存的 然后就是您提到一点 我特别赞同 就是因为很多在服务啊 包括这种人性化的管理啊 以及很多跟人打交道 其实人还是更希望跟人去沟通 对 所以就考虑到各个行业 包括创作 包括包括因为我是工科的 我是做工程的 所以我对于这个 对于做设计啊 各方面来说 一个是你是作为个体来说 你可以独立提高自己啊 各方面的能力 然后让自己肯定不会被 所谓的机器取代 我像一般来说的话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尤其是进行这种创作性的 这种劳动 或者创造性是有思维的 因为人和机器最主要 我觉得在于它是人思考 然后它与机器最最重要的一点 会thinking这一点 还有它有创造性 有想象力 所以说的话 就是就是能够释放出人 就是您说的减少很多 像类似什么机器可以做 重复性啊等等这些活动 但有些的话 还是在有些领域还是需要的 所以说人和机器 这个AI 我觉得是能够 就是无论未来发展到什么程度的话 就是还是更好的让人去给它创造更好的生活工作 和这个学习的环境 包括今天的分享 我觉得这也看到了 不光是全国 应该是全球的 在哪个地方都能听到您的分享 而且大家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 所以作为一个人的话 自身的学习和不断的提升自己 其实是不用害怕这个AI取代人的 谢谢老师 也是一个总结的非常好的一个 谢谢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的时间还是这个确实有很多 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大家一起沟通交流 因为也是时间有限 这个黄老师的讲座这个原定是这个五点半 现在已经超时十五分钟了 这个那最后呢 首先还是最后要感谢这个黄文诺教授 这一次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开放的学科 艺术管理专业学术记的这个活动来 然后的话呢 顺便也在这里卖卖广告 就是我们在为下周 有两场这个讲座 就是一场是这个张鸿宇教授 这个中央财经大学张鸿宇教授 关于这个数据思维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以及我们邀请了华南师范大学的 计算机专业的这个博导赵干森教授 讲这个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场景 我希望这个无论是这个广美的同学 还是这个来自全国这个各个高校 各个专业的这个学者 或是大家的各个专业的同学们 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关注我们这个广州美术学院 艺术与人文学院的公众号 然后我们定期都会有相关的一些 讲座的一些推送 也非常期待这个黄教授下周 这个在张教授的讲座上面 与您再继续在一起在沟通在聊 谢谢您 也谢谢吴教授 谢谢吴教授今天的参与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这个二位也好好休息 谢谢 谢谢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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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有群可以入的 然后这个 看一下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同学 这个我们艺术季的项目组的同学 能不能发一个 我们有一个群的 有没有能把二维码发上来呢 有的有的 有群的 这个如果感兴趣的 这个各位这个观众 可以我们可以拉进来 因为我们还有几场讲座 一场是这个区块链 然后一场是这个数据思维 主要是从统计学的角度去出发的 看一下这个 我看看好像之前是有一个二维码 有有有 发了 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看一下聊天室 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就可以看到了 没事 这个会议室会停留一阵子 然后大家扫完码 这个感兴趣的扫完码 那可以就可以先行退出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会维持一下这个会议室 群号有没有 好像没有群号是不是 有没有群号呢 看看 好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学期 其实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讲座的资讯 这个跟艺术管理相关的 或者是可能跟管理学 跟这个计算机 跟这个传播学相关的 很多的一些讲座 我们都会不定期的去举办 然后明年的话 我们争取也在打算在11月份的时候 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国际研讨会的讲座 到时候也欢迎大家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持续在群里 我们持续关注 好的 看一下 那我就等大家都退出 加完退出完 我再退出 这样子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谢谢 谢谢这一位 这个刚刚最后一位发言的这位观众 也是您说Tesco 我也因为我也自己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也会发现这个问题 确实是这样子 好 结束 Tesco基本上就是人工 就是这个机器取代了这个人工的这个收银柜台 是啊 好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今天的到来 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个上两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邀请了这个英国斯林大学的这个媒体传播专业的这个凯斯林博士 然后给我们开了一场这个创英国创意产业的一个讲座 但是这个讲座因为是已经这个已经举办完了 但是呢我们到时候会我们在我们的学院的公众号会有回顾 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 我们到时候剪好这个剪辑好这个课件 我们到时候也会在特别在群里 我们会有一个一个会议的一个分享 就是一个那个百度网盘的一个分享 就是这个特别就分享在群里面 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尽快剪辑好以后 我们就会分享到给大家 分享给各位群友们 好学院公众号的话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收这个广州美术学院艺术语人文学院广州 可以搜这个对大家可以搜到我们不仅还有这一类这就是跟艺术管理专业相关的讲座 包括跟这个美术史包括艺术理论艺术研究这一块的讲座 我们都会最近还蛮多的这个说实话还有一些回放 就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面可以搜一下都会有一些回放的 我们准备也在整理因为之前有几场这个艺术金融的这个这个专家的讲座 然后我们也在整理好以后到时候会上传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会有一个回放